今天是母亲节 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 首先我朗诵一首诗 以表我对天下母亲的祝贺 也表我对自己母亲的感恩感谢感情 这首诗是唐代孟教的一首古诗 由子宁 慈母手中献 由子身上鱼 灵形密封 一孔瓷瓷鬼 谁掩春草心 抱得山春灰 现在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母亲 我母亲我叫阿玛 我阿玛 离开我16年了 她的英容小猫 还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里 她一生勤劳 从会善良 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 我这个家和我姐妹 我母亲在她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时候就结婚了 那么结婚后她不想早早的生小孩 以便影响她学习 可是无意中她就怀上了我 那怎么办呢 她就喝红花水来准备打开 可是喝了红花水不仅是没有打下来 而且还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那么家里人知道以后 是不会原谅她 是不会让她继续打胎的 特别是太奶奶就要管住她 太奶奶说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女孩子就应该本本分分多生小孩 女子包坏脚读坏书 意思是说 女孩子长脚啊 是不好的 受到伤害的 那么读书 也同样是会受到伤害的 我太奶奶是清朝过来的人 她曾经缠过脚 因为家里贫穷 要干活 所以就放了脚 那么她也深受缠脚的伤害 但是她的观念 认为女孩子不仅是残脚 是伤害 就是读书 也是受伤害的 这样她就管住我母亲 一定要把小孩生下来 后来我母亲把我养到两岁 又想去继续学习 那个时候 她在广州 土湖墙高级职业学校读妇产科 那么我虽然 有一个婆婆 爱我 但是我每天 就说我妈上学的时候 我就使用跟住她 我母亲就 本来想 狠心 快快地跑 不让我追上 可是 我跟不上她的时候 我就 找一个 十字路 中间 坐到地下 大哭大叫 那么 我母亲虽然走远了 也听得见 我哭叫 她就心痛了 又跑回头来 抱我回家 我死都不肯放她走 这样 连续几天都这样 家里人 看着这种情况 就不让我母亲上学 我母亲自己也心痛 从此 我母亲就 没上学了 那么 那个年代 是我们国家的 专门 专门 年代 人民 生活 都是很困苦的 何况 我母亲 没有学到多少本事 所以工作 也是很困难 再加上 后来 她接年 的生 给我生了 三个妹妹 四个弟弟 家庭的脱内 使她学习 工作 都很困难 所以 我们母亲是属于 当时的 不得知的 知识 妇女 那么 她就把 希望 寄托在 我们 子女身上 特别是 女儿 身上 我母亲 经常 教育我们 要 怎么做人 要勤劳 还要 叫我们 要好好 学好文明 读书 不仅是 要学文化 也要 学会 劳动 要 自强 自立 她 要求我们 要 这个 上的 厅堂 下的 厨房 这样 我们在 母亲的 影响下 也努力的 学了 很多本事 就是说 还有 我母亲 在 因为自己 没读到书 在 怎么困难 经济 怎么困难 在那个 缺一 少 吃的 年代 家庭 经济 非常困难的 年代 都要 尽量 让我们 减肥读书 我呢 也就 受她的 影响 我们姐妹 几个 都是 很努力 学习的 我 立志 要 继承 母亲的 愿望 我要 圆 母亲的 梦 也要 圆 我 自己的 梦 好 关于 我母亲的 情况 暂时 就 介绍到这里 关于我母亲 还有 很多很多 强细的 情况 我在写 回忆录的时候 都写的 很多很多 还有 就是 网友们 想听听 我讲 关于 我 新建 铁路的 一些 故事 和我 一生的 经历 我会 在以后的 视频里面 慢慢的 给 大家讲 希望 大家 喜欢 拜拜 拜拜